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慈悲大家好 童修列問到說 他的平安福啦 或是平安項鍊啊 有折損了 有破掉了 請問一下 顧問這個 裡面的將軍他還在嗎 他還有那個能量來保護我嗎 這樣的問題 那軍呢 回答是這樣子 那神戶呢 這個平安福呢 是馬祖適宜的 他有完成的一個華裡面 就比較 比如說 我們北凰朝天宮的香火 是對典型的 他外面蓋著朝天宮 馬祖 北港馬祖 裡面有馬國的一個 主張主折的一個八卦 八卦上面有 叫喬喇呼 鳥呼 喬喇呼 那這個就過了爐 然後馬祖派兵給你 其實這派兵就是一個比翼 就是一個能量給你 你帶在身上了 那不小心呢 這個香火掉到水裡面 或者割到了 破掉了 或者我們項鍊呢 有這個項鍊 摔壞掉了 那這個自然變成破神了 那個破神 這個物來講 就不完整 我們看起來 不覺得不夠完美 不夠美好 那盡然而然呢 我們的練力產生的練力 感覺它是破損了 它的能量呢 就會減損了 各位要曉得 量子物理 量子物理 那個物質呢 都有波動 都有能量 這個神物是有經過神靈 很顯起的一個力量 擬集的一個能量 來跟你的儲藏再呼籲 它破了 那它的儲藏就亂掉了 沒有讓它完美無切 那麼的完整 所以它的能量呢 理論上是有切實 所以我們儘快的 換一個神物 所以那破神呢 那時候這幾天呢 我還沒有換 它能保護 它能量還在 不是完全的消失 不是完全消失 所以我們對於神物 我們有一種比喻的看法 就好像神派了一個兵給你 來護佑你 那如果有破損呢 幫你擋栽 這個能量都消耗掉 那不會完全的消耗到 沒有 這比零 不會 所以我們儘快的回去呢 換一個 或者重新的一個過爐 那這個能量呢 有可能加持回來 那這個神物是這樣的 那我們曾經談過 馬子的一個畫像神像 馬子的畫像神像 竟然有人跟你結言 跟你會給你 你不一定要去加持了 加持了 因為它是在保佑了你 只要你的心 只要你心恭敬它 它只要完完整整的沒有破損 沒有損壞 它這個能量都持續的在 只是 我們信仰當中 如果說可以回到寺廟 過個爐 過個爐 加持一下 我們會覺得它能量會怎麼樣 更強 那這是我們馬子的文化 那是不是每個神尊 每個神像 都要每年回去呢 那就不一定 可是你有破損 有折損 有損耐 不管是神尊 項鍊香火 或是神物有破損 應該盡快的更換 因為它不完整 都產生了磁場 就會比較混亂 我們可以這樣看它 也讓植物裡來看 所有的物質都有波動 波動會產生一種能量 那你看起來不完整 那個能量的一種波動 就會比較混亂 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盡快的換一個 新的神物 那以上顧問這樣回答 那神物破損的 它將軍還在嗎 那因為將軍在不在 是一個比例 它是一個能量 不是一個單因個體 那單因不在了 就沒有了 它不是 能量有那個像溫度 有100度 那可能降為80度 70度 60度 這樣子而已 不可能變成 沒有 不可能零 完全不可能 那種物質都有波動 都有能量 那種神物 都有它的能量 所以我們常常講 哪種東西適合你 你本來都可以測試 每個人所謂磁場不同 所以那種物 你身上帶的東西 適合穿的東西 事實上 都會影響你的磁場的能量 而何況神明有富裕的相侯 它被 就是給令物 要來保護你 把那些不好的能量 給棄死掉 它是有令物 那個能量是非常強的 所以 當我們求到了寶貝 求到了一個神物 我們要好好的珍惜 那它有破損 它能量還有 就是已經折損了 我們儘快換一個 那也是馬祖在提醒我們 我們的災難 夠氣了 我們那個保護你的能量 慢慢退氣了 你儘快的換一個 好 以上是孤恩的見解跟看法 供大家做參考 馬祖慈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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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